寒露时节雨水减少 天气干燥 昼夜温差加大 人体的汗液蒸发较快 因此容易皮肤干燥 口干舌燥 肝壳少痰 甚至会出现毛发脱落的现象 俗话说头发没四两 一年掉半斤 所以寒露时节的养生重点是 润背异胃 在饮食方面应该少吃辛辣刺激 熏烤烹调的食物 多吃黑芝麻 帮助头发健康生长 多吃核桃 其中的亚麻油酸可以改善肤质 此外银耳白萝卜百合 被称为是寒露三宝 这三宝再加上蜂蜜和菊花 都具有滋阴润造 调整肠胃消化道的功效 至于说在蛋白质的选择上 应该避免太过于燥热的肉类 例如羊肉和牛肉 大家可以改吃鸡肉和猪肉 都是有益健康的温性食材 此时春蟹肥美 但是蟹类属于良性 不可贪多 如果想要大块朵頤 吃螃蟹的时候 可以搭配姜汁姜泥 或者是蒸煮的时候加入姜片 既可以去除腥味 更重要的是 可以中和蟹类的含粮 才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